在今年的PlayStation Experience上 獲得最多掌聲與呼聲的 就是這款由玩皮狗團隊製作的 秘境探險4 盜賊末路啦 這款遊戲同時也是玩皮狗首次 在PS4上面推出的全新作品 在今年一季一展公布了短短的影片之後 如今終於放出一段試玩影片 讓玩家們瞧瞧他們製作遊戲的技術 又提升了多少 秘境探險4的故事中 主角德瑞克已經是個退休的中年大叔了 卻因為一些原因只好重操舊業 環遊世界尋找傳說海盜的寶藏 這一次我們可以從試玩影片看出 本作的畫面一樣維持著一流的水準 主角臉上歲月的痕跡 以及山上豐富的直批 充分地展現了PS4主機強大的效能 除了畫面之外 秘境探險4最大的改變 莫過於流暢的戰鬥系統了 以往的戰鬥大部分就是尋找掩護 開槍 而這一次推翻了以往的模式 強調多元化的戰鬥技巧 和拳拳到肉的格鬥戰 藉由快速的奔跑 翻滾 跳躍 攀爬 玩家們能夠在交戰時迅速地脫離敵人的目光 進而從敵人的死角攻擊他們 或者是利用本作豐富的直批 躲在裡面慢慢前進 讓靠近的敵人一個一個從場地中消失 在試完影片的最後 居然還有一個大爆點 那就是主角德瑞克的哥哥居然也出現了 這次的兄弟之情 究竟結果會如何呢 真的是令人好期待喔 很高興認識你 很高興認識你 老兄弟